事件局会在适当的重建项目提供具津贴成份的港人首次置业单位 就此事件局发展的汇联宜居提供了接近500个首置单位 另外,事件局也将汇联宜居旁边的重建项目定为另一个首置项目 可以提供大约260个首置单位 预计在2023、2024年度可以推出 杨议员也关心到土瓜环13阶和九龙城区的重建 事件局现在正在审视多方面的因素并会作通盘的考虑 而基于市场敏感性和保密原则 事件局只会在它启动个别具体的项目的时候 透过看献等方式对外公布项目的细节 实际上除了九龙城区之外 事件局也都在黄大县区进行某一些项目的初步好行性研究 密释一些市区更新的机会 我们仍然会努力在九龙中覆盖的九龙城区 和黄大县区西北部范围之内 尋找机会去提供新的供应房屋 这两个区未来五年的供应 房屋供应大约有16000个单位 其中12200个公营房屋单位 会是来自启德发展区新开发的土地 另外我们也积极推荐三个位于市区 并且适合高密度房屋发展的寮屋区 就是茶果岭村 牛驰湾村和竹园联合村 这三个重建项目目前进展理想 现在估计一共可以提供大约8700个公营房屋单位 由2029年起分阶段落成 早上